Gravitation 在DSC-3XXX裏面,通常一定會放在circummotion的方式 因為Gravitation如你那件物件站定定定在身上 它什麼都不做的話,要計算一下Gravitation force 那你便沒什麼玩的 那它就會動在circummotion,然後假設了一個物件上去轉 接著就可以計算到period的speed,還有一個N的speed,或者距離 這次第一條問題就叫Binance Star,就是雙星系統 雙星系統裡面我們有一個小M和大M,兩個之間距離就是SAR 這個幅圖是Wiki去Crop出來的,我們又看看Animation是什麼 如果兩個Mask一樣的話,兩個STAR會圍著中心轉 如果兩個Mask不相同的話,例如這個Case和這個Case的話 在這個Case裡面兩個物件圍著一點轉,那點位置其實是Center Mask 你問什麼是Center Mask? DSE裡面其實是很少提到,或者它不會叫你計算Center Mask出來 等一等我們就可以計算一下 最後如果兩個Mask,這個雙星的Mask是太大的話 可以看到很大那塊東西,那塊東西就好像沒有動過的 因為兩個圍著轉的中心,那個中心仍然是帶的物件裡面 那這個類似什麼呢?類似我們的地球月球,或者是地球和太陽 如果地球圍著太陽轉過,那就可以整個宇宙只有地球和太陽 那麼我們地球和太陽的新的Mask其實是在太陽裡面的 那當然不是太陽中心啦 那如果去看著太陽,好像太陽在自轉中 但是自轉得呢,就是幅度不大,那就好像沒有轉過 那所以DSE所有的星體問題呢,那都是當太陽是不動的 那真實來說呢,太陽和地球的轉動就是類似這個case的了 那去回前面的問題,那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 就是,這兩個物件就圍著對方轉的 那小M就走一個小一點的圓形 如果我 given了小M就小過大M 那大M就走一個大一點的圓形 兩個之間距離是consens的,都是小R 那小M去動那個radius,那個圓形的radius,我們叫R1 那大M那個叫R2,那很明顯就是R1加R2,就等於小R 那可以寫到些什麼呢,那還有什麼我們會知道 就是,在這個binding star裡面呢,那這兩個物件的 那個engar frequency是一樣的,就是這兩個物件的period 都其實是一樣的,然後還可以寫到 兩條false的equation,那那 那如果那個小M來說呢,那你的gradational force就是 G小M大M除R2,那你那個central force呢,那就是 那就是mrω2,那問題就是那個r和這個r呢 那個分別是在於什麼呢,我先寫了r先了 那留意在gradational force的r呢,是在說兩個物件之間距離 不是在轉圓形的那個radius,那這個一定是兩個之間距離 而central force的r呢,是在說那個圓形的radius 那個radius of the orbit 那對於一個gradational force的distance between小M和大M 那所以在這個case裡面呢,那就是這兩個r呢 那就是這兩個r呢,是代表的意思是不同的 那但是dsc的問題呢,那通常是代表同一個r,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dsc的題目呢,就當了其中一個星是不動的嘛 那你一個星圍著它轉的時候,它的orbit 和這兩個星的距離其實會一樣的,那所以dsc的問題裡面呢 那就是這兩個r一樣的,那但是如果是雙星系統的話呢 那就是不一樣的,那這個r仍然是個r,那然後r呢 那這個r呢,就應該是r1 那也都會等於什麼呢? 那也都會等於... 那你看回大M的net force 那大M的net force,那當然就是那個raditional force 那等於大M的central force 那就是大M的central force,那就是大Mr2 那就是大Mr2 那就看第二項等號呢,就見到 小Mr1就等於大Mr2 那你可以見到就是r1和r2的ratio是什麼? r1比r2就等於大M比小M 那就是代表如果這個Mask是大一點的 那就是地球和太陽為例子 那太陽的Mask是2乘10的30次方KG的 那地球Mask如果沒有記錯就5.9左右 再加上10的24次方KG 那我減快一點,我不當它一個5.9和2都可以當它 cancel out 那這兩個r1和r2的ratio 就是10的30次方 再加10的24次方 那大概就是 10的6次方 再加1 那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10萬比1的 那太陽的orbit的radius 就和地球orbit的radius 就相差10萬倍 那所以太陽的orbit的radius 其實很小 相比地球一個 那當然 那你計完這個radio之後呢 其實可以代回這條色 那你就可以計回那個period 那兩顆星的period 那繼續下一頁 我們做完它吧 那我代回這條色 r1om2 那我們想整條色 整條色我們express in terms of r 那我不想要r1 那我只有r1加r2等於r 然後r1和r2的ratio 你都知道的了 那如果你不記得就是 揭回自己一頁 那當然我要我揭才行的 那就要大m比小m 好 那r2呢 就可以射回了做 就是r1 乘回 小m除大m 等於小r 怎麼看呢? 就是r1除r2 就是大m除小m 那r2就是小mr1除大m 然後這條色呢 就是將它simify 那把r1做主項 那你是... 就是r1乘回小m加大m 除大m等於小r 那你的r1就可以射回 小r乘大m除小m加大m 那代回這條色 那你r1就代回了 那你看到小m大m除小m加大m 就是r1乘回小m 那這塊東西其實有特別的名字給它 那這塊東西我們就是叫做 reduce the mask 那至於為什麼呢 就沒有理的dsc程度 那我其實有另一個video N年前的了 那就是講過什麼叫做reduce the mask 那你將它代回 simify這條色 那你細... 你那個... 細m... 大m可以cancel了 那整塊東西就變成 gm加大m 除大m 除大m 那等於右手邊 omegasquared omegasquared 可以寫作2pi除大t 那就是4piSquared除大t 那通常將這條色 一邊寫那個樣子呢 就寫成這樣 就是tsquared 除大m 等於4piSquared 除回g 細m 加大m 如果你有讀Elective Astronomy 那你對這條色 就應該可能 它的樣子就很... 熟悉的了 那這條就是cover story 開譜了 第3頂率 就是關於一個period 和一個radius的關係 那但是你dsc的條色 就是沒有細m 只有大m在 因為dsc的所有 都是assume了 大m 是大於細m 很多的 然後你可以negade 做細m 那例如 地行太陽為例 又是這樣 10的3次方 和10的24次方 相差10萬倍的Mask 那你... 你10萬加1 都是跟10萬差不多 那你計算的數 你也不會相差很遠 所以你就沒有了細m 那這條色是用來計算 雙星系統的 那如果兩個Mask 是差不多的話 那如果小M和大M差不多的話 那你這個呢 你這個小M加大M 那你不可以把它變成大M 如果不是你計算的數 就相差一倍了 那這次呢 就是講到這麼多了 那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